字幕提供 我正準備出發去安古蘭 不要看現在的天色 那麼暗 不是真的 十七便出發 現在是 接近早上的八點鐘 雖然我在英國已經住了 差不多超過一年了 但是每次見到 早上八點的天都還是這樣的顏色 其實我還是有點不太習慣 由於預約不到安古蘭的旅館 所以我每一天都要往返波爾多 由聖賞這個站出發 不過幸好的是 火車車程不太久 大約七個字左右 其實已經可以抵達安古蘭 很快就到了安古蘭站 大家都看到了 已經貼滿了和動漫相關的一些圖 或者是標示 這樣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尖山創的展覽館 看遠一點就可以見到Manga City 在Manga City 我第一個地步 當然就是去香港館看看 所有的香港漫畫都已經正在準備當中 將會向法國的朋友展覽 之後就上了山行不同的館 其中這個真的相當精彩 幸好有法國的翻譯告訴我 這個就是 是放滿了50周年的安古蘭動漫節的海報 大家都看到 一開始其實都是黑白 而大部分的畫面 都是相當之有歐洲的色彩 去到第十屆開始出現彩色 去到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自從2017年開始 每一年都會有三張海報 其中一張必然會邀請外國漫畫家去繪製 這裏就是這個licensing market 就是大家用來show quality的地方 世界不同各地的漫畫 亦都在這裡準備 找不同的買家 希望可以進入歐洲的市場 有很多譬如加拿大 非洲 另外可能其他的歐洲地方都有 在山上也有很多不同的館 有些是用來搞活動的 有些是用來聊生意 在街頭上面 也都看到整個鎮 都是佈滿了旗翻的 除了宣傳一些活動之外 因為其實活動場地 是遍佈不同的地方 亦都有這個 漫畫家在這裡吃東西 其實不要以為他吃得很好 其實蠔是很便宜的 Penso說 其實好像在香港吃燒賣一樣 就是這樣 之後我們就開始去不同的展覽館參觀 第一個場地 就是這個奸山壯的特別展覽 苦心 在街頭上 不是 看到大民族 就沒有這張 們放在街頭中 但是我們現在把人放在街外 他現在才會知道 然後他還想要 是 他說 他算是 他算是 但我最操控的 很多次我覺得很操控 今天是安古蘭漫畫節的日曆 在搞定完一輪 手續拿了一個Pass之後 就剛剛去完 參觀這個 今年其中一個主題展覽 就是奸山創的展覽 雖然以前 都曾經看過 在日本和台灣 看過一次 奸山創的原畫展 但這次是很不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跟著漫畫家去看展 當然就有 更加多的得著 怎樣看奸山創的畫 奸山創的畫的優點 缺點 在哪裡 每幅畫 究竟值得看的地方 是些什麼 都是相當之 有新鮮感 亦都是令到我 看畫方面 又有再學會了一些新的東西 跟著下來 我們都會陸陸陸陸陸去不同的展覽 包括有一些 就是講的 用顏色的展覽 另外也都 當然少不免 今年好幸運地 我可以來到的就是慈尚了一的展覽 之後就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樣 之後呢 我們就去到這個 叫做Color's的展覽 是講述這個漫畫 是怎樣由 黑白變成彩色 再之後呢 就是 對於我來說的重點 就是這個 刺相鳥一的原畫展 第二個 就是 他現在是 最終的 有意見 是 有意見 是 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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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晚华节的展馆其实就遍布整个镇的中心 所以又上山落山 而这里就是博物馆来的 也是这个《慈尚了一》园华节的展览 其实整个展览好多东西看 所以今集只是第一节 到这里就先和大家暂过一段落 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见面 记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们 拜拜